這個基隆在地的黃金蟹 我們先擺那個黃金蟹 再來擺這個生蠔 再來我們吃這個扇貝 主廚將黃金蟹 生蠔扇貝 牛奶貝等依序擺上鍋 這鍋採用基隆在地 生蒙海鮮的主廚與副鍋 因為食材豐盛被吸塵死痛風鍋 因為畢竟基隆也算是一個海港 所以我們也 最主要是要選在地的 那個最新鮮的海鮮給客人這樣 和市面上的漁夫鍋不同 主廚漁夫鍋採用日式算算鍋方式 消費者將海鮮夾進滾燙的 柴魚昆布高湯算兩下 就可以品嘗到食物的鮮甜之味 我確實是有一點像是火鍋 但是我這個也有 把它換成一個很日式的刷刷鍋一樣 因為這個海鮮其實燒燙一下 就很快就熟了 也可以吃到它的原味 也不至於說煮的 因為有的火鍋你可能 通通加下去的話 可能越煮越老 吃起來就會彩彩的 沒有那個甜美 更嗆的還在後頭 煮出特調 泰法每日一含六國醬汁 讓消費者可以一致品嘗多國風味 其中法式塔塔醬更加入基隆特有的 飛魚卵風味獨特 因為以法式那個塔塔醬來講 我們就是感覺上就是很普遍 但是我加了在地的飛魚卵下去 吃起來會口感會更Q彈 就也會吃到口裡會啪啪啪的 啪啪啪的感覺 飯店主廚也推薦 與這六種醬汁搭配的海鮮 這個是用桶來下去炸 所以我會建議客人可以炸辣辣辣椒 建議沾這個泰式辣辣椒 共我會建議炸韓式辣椒醬 透透用利大利青醬 因為義大利青醬是 我們在炒義大利麵的時候 常常都會加以後頭來下去炸 一倍你可以沾這個美式進去炸 蔬菜方面可能在以前就是 我們馬上做得更好的 醬料多威風的漁夫鍋 讓消費者越吃越上癮 嘴巴根本停不下來 我覺得吃起來很有趣 就是每一種海鮮搭配醬都不停變化 然後我自己本身 我覺得很喜歡這裡的這個青醬 就是它跟外面一般這種水水的感覺 它的味道就是很濃 然後我剛才是把它搭配蛤蜊來吃 就覺得這是很搭 更離譜的是 這一款主廚漁夫鍋采預約制 每日限量供應食鍋 想吃還不一定吃得到 漁夫鍋它強調的就是新鮮 那如果在飯店要享用漁夫鍋的話 建議客人來之前都要先預約 打電話到飯店預約這個漁夫鍋 它每天限量是10鍋 那提供的時間是從下午的2點半 到晚上的8點半 在19樓的咖啡廳都會有這樣的服務 尤其搭配附贈的啤酒 加上可以邊吃鍋 邊在飯店19樓欣賞 基隆港區無敵海景 因此主廚漁夫鍋推出後幾乎功不應求 只要體驗貴族般享受的漁夫鍋 手腳可要快一點 記者張祺騰 金融報導